本届市警赛接连书写历史新片的中国队已经登场 我们已经摘得了集体技术自选的金牌 姑娘们即将展示集体自由自选的节目 这套节目的主题是金国英雄 两个托举都保证了非常高的高度 冲起的出水高度很高 也展现了姑娘们的力量和灵活性 可以看到在水中保持着非常好的间距 有角度变化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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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表演就是会让观众都不一察觉到他们在队形上的变化 即将进行的又一个托举保持了非常高的质量 有角度变化的连接 自中国的姑娘们已经完成了自己集体自由自选的预赛展示 整套动作整套动作整齐化一 充分地让我们感受到了力量云美 这套节目表现的是木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故事 音乐呢也是颇具中国特色采用的是琵琶作为主奏乐器 在整个节目的展示上他们的托举的出水高度动作的整齐程度都是处于顶尖的水平而且表现的也极具张力 中国队的节目呢就是气势灰红 从他们的泳衣到他们的妆容以及在水中每一个细节的捕捉 都展现了这支队伍强劲的实力 在今年的市井赛的赛场中国队是接连书写了历史新篇 在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我们已经摘得了一枚金牌 今天是进入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比拼 连续作战的姑娘们今天在赛场当中呢依旧是发挥了自己的所有实力 除了集体项目我们在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也成为了冠军 包括混双的也是填补了奖牌的空缺 95点8分 实质民国现在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 这样中国队就成功的进入到了之后的决赛争夺